HELLO 大家好 我是平凡人 那歡迎大家來到這一集的 也是第一集的 蘿蔔塊更新日誌 那在這次的更新裡面呢 我們會講到的是 他的新的一個整個 對他整個遊戲電子戰的一個重編還有修正 那其中他把我的隊伍視野這個系統做了一個很大幅度的修改 然後還有一個WindowMaker 我個人現在先把它翻作拓窗者模組的一個引進 那我們會從這邊開始講 以前我們的 我們要那個標記別人就是按Q鍵 如果有些人不知道也很正常 因為這個功能其實大家後來就不是很大用 他就會去標哭 反正你按了Q鍵 那個傢伙那個人就會被標記 然後他自己也會有警告標誌這樣 然後看隊 你標記了他就看隊友的理不理你這樣 那在這次新的更新出來之後呢 我們所有目前有的什麼雷達啊 雷達接收器啊 或者大家幹耳機這些都通通拿掉 那你也不用擔心拿掉以後的補償 因為他會把全建造的全都退還給你 那反正他把這移除以後呢 從今天等一下大概七八點 更新結束以後 之後我們進去遊戲的話 我們基本上機體本身就有一般的雷達 還有雷達接收器的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 你看到的東西就會寫在你的地圖上面 然後你視野內的話他會有那個Hologram 就是全系圖 那如果是隊友看到的話 也會顯示在你的小地圖上面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些基本功能 變成你機體的一般功能 那這個Window Maker Module這個 或窗者模組呢 他的功用是他可以你開啟以後 他可以讓全場的敵人全部線型 但當然隱形而不會線型 全場的敵人線型然後讓你所有隊友都看到 啊我是忘記了 你在一般現在戰場的情況下 隊友看到的東西也會顯示在你的小地圖上面 以前撥 那反正這個Window Maker的拓窗者模組 他用意就是你 他用出來然後全場你都看得到 那大概會持續個五秒左右吧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掌握整個戰場的狀況 然後差不多是這樣吧 這是最主要的 然後這個模組很特別 他只有150個CPU 然後他的那個 他耗的那樣表現也蠻少的 而且他冷卻時間是一分鐘 雖然他一次只能用 所以他冷卻時間很短 我想這個應該會對戰局還蠻有幫助的吧 好那再來 下一個更改的東西 下一個加入的東西就是 小板的煉炮 那小板的煉炮他跟之前防空炮的機制很像 他擁有跟煉炮一樣的傷害還有 能源消耗量 可是他的發射數據 他只按數據的數據比較低 然後官方的網站更新有特別提到 如果你想自己多好 我會把它放到下面的描述裡面 他官方更新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你裝了他一樣 最佳效率是四個 如果你裝兩個的話 他會比一般的煉炮慢百分之五 我想這個百分之五 只慢百分之五 應該是大家都非常的夠接手 所以我相信 這個比較小的煉炮出來以後 大家應該會比較喜歡用煉炮 啊!我剛剛沒有講到 這個煉炮是紫色的 紫色煉炮 所以我們這次更新出來的就是 團隊視野的系統 重新編製 編製編補 還有修改 然後還有新的脫窗者 Windowmaker這個模組的引進 那還有這次的小煉炮的加入 那大概就是這樣 我可能之後會再做一部影片 去講我用這些東西的心得 那 我是便宜版人 謝謝你 你看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下面的喜歡 然後 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把通知 沒有打開 這些 反正 總之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要託你 能力 твоge 塑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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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成人 你 從 炮